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行销管理 作者行销大师告诉我们 在企业管理界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直销行销 那这个直销行销并不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那种 单层次传销或者是多层次传销 它是泛指所有 只要你是直接把东西卖给客户 这个动作就叫做直销行销 那因为中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平台 或者是中间人的各种层层的这种销售方式 所以直销行销呢 是可以帮企业创造好利润的一种行销方式 那目前在企业管理里面呢 有哪些直销行销的手法 我想请Angel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没有中间商直接接触消费者 消费者的通路都称为直销行销 这是顾客成长最快速的方式之一 顾客的订单它会直接反映在行销的效果 传统的直销途径 例如直递信函 电话行销 电视购物 那新兴的有网路平台的购物 手机的购物商店的APP 外送APP FB 社团 还有商店等等 这些都是 除此之外 像百货公司那种可以查询楼层资讯的互动室的机器啊 小西的iPhone 全家的Farmiphone Farmiphone这一类的平台服务 其实它都是行销玩 甚至是像我们设计在捷运站 还有便利商店里面的提款机 它里面也都是有可以跟顾客 或是潜在顾客做直销行销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提款机 就可以拿到一些优惠券什么的 那这种直销行销 在2012年美国 这些同路创造的销售额 就占了国民的生产毛额的8.7% 是非常高的 直递行销呢 常用的就是信件发传单email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选择个人化的市场 可以个人化有弹性 行销活动的结果 测试跟评估也很容易 成本也是相对的低 但是它也是会有一些缺点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另外一个我们说的 比较常用的是行销行销 这在过去也是很常使用的 那现在通常是大客户 他才会去系那种印刷者资本行销 资本行销的行销 它的成功会取决于公司的 管理顾客名单的能力 要小心避免重复名单 或是栽账的发生 还有你要控制存货 提高高品质的商品 以减少退货 然后建立公司独特的形象 那像这种行路行销啊 现在也很多供应商 会把完整的行路 改放在网站上 那它可以比以前 更接近全球的客户 然后更需节省了 可观的印刷费跟邮寄成本 还有一个很常使用的行销方式 就是电话行销 电话行销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常接到一些 比如说保险啊 或是银行的电话 好 那它当然也是会有这些 可能行销的时候需要思考 我们也是等一下再说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电话视讯的先进啊 尤其是现在疫情的情况 有时候可能不方便登门拜访 改用视讯拜访 这个也有可能是人员亲自拜访的方式之一 好 那其他的媒介呢 包括报纸 杂志 书籍 电器啊 汽车广告 电台广告等等 2022年的今天 这些直销行销方法都有一些改变 首先是大数据的蓬勃发展 行销人员比以前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资讯 也更容易把资讯放在对的地方 在对的时间投送给你的潜在客户 比如说有新生儿的家庭 以前可能他透过大公司的妈妈教室来取得相关的资讯 现在你可能什么都不用想想 这些资讯就会直接送到你面前 你可能只是曾经在网站上点阅过类似的消息 那大数据呢 就会根据你点阅过的讯息 然后依据之间的观点性去推测出你家可能有 或是即将有新生儿 他把奶粉奶瓶啊 衣服啊 尿布 安全坐电 玩具 甚至你还没有思考到的期待写银行的资讯 全部都送到你面前 而直销行销必须与其他沟通和通路做整合 在资讯平台或是实体店面间彼此交叉推广 他才能更加深卖家跟顾客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刚刚说了这些行销手法 其实也有一些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随着我们大数据的应用多元啊 行销人员跟顾客之间 彼此其实都很享受这种互利的关系 但是作者提了几个于直销行销的道德与公众议题 是需要行销人员多多思考的 第一个就是强硬式的推销与直销行销的拉客方式 那第二个就是将目标朝向那个容易冲动 或是思考不周延的买方 或者是脆弱的老人 尤其是老人脆弱的人这样子 像电台就很容易是把老人当做一个目标 第三个呢就是夸大产品的大小 使用的效果信航 还有产品的零售价这一些误导买方的这些 方的这些信件或者是讯息 然后给消费者 或者是比如说诈骗 慈善募款等等 第四个就是顾客下单或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或者是订阅取消这个过程中 个资会被取得 那有些不销行销人员就会利用职权自便 侵犯隐私 要如何去诚实而且设计良好的行销方案 这就是我们行销人员必须要去多做思考的 好谢谢Angel 因为直销行销行销它算是一个行之有年的销售方式 也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很管用的销售方式 那正因为我们是要直接对客户来做销售 如果说我们有品质很好的顾客资料库 那这样子就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直销行销团队的销售业绩 更好一些 而且甚至是可以长红的 那么品质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如何建立品质好的顾客资料库呢 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段的讨论